帮老爸看药房 来了个姑娘 一脸羞涩地说 给我来盒蓝精灵 我邪魅一笑 递了盒套套给她 然后问 还需要什么吗 姑娘羞涩道 再来盒护花使者吧 见我一脸蒙笔 她指了指柜台角落的钢钛 听见一个说法 和姑娘相处 要指就是 若她涉事卫生 就带她看尽人间繁华 若她心已沧桑 就带她坐旋转木马 神回复 和男子相处 要指就是 若她情窦初开 你就宽衣解代 若她遇人无数 你就造编炉台 前两天老公换衣服 看她背上有咬痕 她说被朋友家狗咬了 我去 什么狗能隔着衣服 咬出那么圆的痕迹 所谓家和外是新呢 没听没据也不能胡闹 我让闺蜜给我背上也咬一口 回家当她面换衣服 结果她抽了一宿的烟 能是没问我 老婆过生日 老公于是又给老婆打电话 亲爱的 你把蜡烛买回来 今晚正好孩子不在 我们要浪漫一下 疯狂一下 媳妇回来了 从包里拿出了一根红蜡烛 老公 这么粗呀 媳妇 啊 你说要疯狂一下 这蜡烛不是点上后 往你身上低的吗 初中的时候被叫家长 在学校门口雇了一个拉三轮的 冒充老爸顺利过关 三轮哥发觉 这钱挣得太容易了 扩展课员 当班主任连续叫到他两次后 他失业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私人定制是多么的必要 我好想不容易了 我好想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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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不开